中国十八大换届 政治局常委人选一直受到外界关注和猜测 根据海外媒体最近的报道 中共日前曾经召集党内高级干部 通过投票的方式收集关于十八大入常人选的意见 怎么解读胡温的这个政治动作 我们的分析报道 路透社五月初曾经报道 中共元九个常委人数如果有变 中共党魁胡锦涛希望常委人数缩减到之前的七人 但也有人希望增加到十一人 而日本时事通信 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也报道 十八大可能恢复十五大以前的六七常委制 以便于更快更好的决策 有消息人士向海外媒体透露 早些时候中共召集党内高级干部 通过投票方式收集关于十八大入常人选的意见 共超过三百人参与了这次的意见收集 但是只提供一份填写五名常委候选人的名单 和填写十名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名单 分析说这有可能意味着十八大常委有九人变为七人 据了解十八大除习近平和李克强将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之外 其他七名常委将全部因为年龄红线而退休 报道说只填写五名常委候选人 不禁让人浮想联篇 习礼加五名常委 恰恰是恢复到江泽民时期七名常委的人数 报道还透露这次投票的方式是由总理温家宝提出的建议 胡锦涛表示同意 习近平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而不久前现身会见外宾的江泽民还没有来得及发表意见 当年江泽民恐惧招权给胡锦涛之后 不能继续控制局面 维持其镇压法轮功的政策 就把政法委和宣传口使进政治局常委 将七人扩大为九人 保持他的江泽民人马占多数当时的使用的一种手段 确实给胡锦涛带来了巨大的被动 政法委经过罗干和周永康两届 几乎演变成为了第二权力中心 这几个新闻都显示出 中共内部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势力 在和以周永康为代表的血债派势力的对决中 已经取得了胜利 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政法委系统正在被胡锦涛一方整肃 胡锦涛一方同时正在逐渐的通过人事布局和权力结构的调整 接下来可能会涉及到对原来血债帮迫害民众政策的改变 金融时报披露 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目前接受调查 并把权力全面移交给中共公安部长孟建柱 报道说周永康权力移交的主要原因是 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后仍然为其游说 金融人电视长春采访报道